由明和老人会所办理的活动 日前在明和活动中心办理 这次的活动除了庆生会以外 也配合水里乡公所办理乐龄活动 为活动增添一点气氛 明和老人会在重阳节的前夕 来办理这个庆祝重阳节的活动 就在我们明和社区的活动中心 今天节目也配合公所 以一个乐龄的活动 乐龄尊贤的一个活动 对老人家来做一个关怀 明和村村长表示 这次的庆生会也配合许多单位来办理 这次非常感谢水里乡公所及卫生所的帮忙 今天是我们的庆生会老人庆生会 今天在我们的活动中心这里 在这里还有我们公所 也在这里办热龄活动 很感谢我们公所 还有一些团队给我们称赞一些 待会让我们提供的奖品 很好 今天也还有我们的卫生所 也在这里办一个活动 在这里把我们的主意 宣议员肖志泉表示 这次的活动也是希望在重阳节前夕 来感谢这些阿公阿嬷们平常的辛苦 我们知道这个重阳节重点是感恩我们所有长辈们 一生在为家庭社会辛苦的务出 也期待说在这个重阳节的时候 我们做后辈的 做人家子孙的 能够感恩长辈 父母亲阿公阿嬷 长期一辈子来的辛苦 好好孝顺他们 让他们过得快乐 过得更健康 我想这是我们祭奠重阳节 最重要的目的跟意义 这次的庆生会 除了庆祝这些阿公阿嬷们的生日以外 也有许多单位一同共相胜举 不但有许多人前来参加 也让这些阿公阿嬷玩得很开心 记者邱平义水里采访报道 阿公阿嬷